防卫也没问题 之前你都讲过 然后我都看完了 外面都没问题 外观没问题啊 对 那我直接看一下 酒 酒颜色也挺好的 你看酒体微黄嘛 看一下 花怎么这么少 花不对 花不对 酒花不对 先看一下 你这背标的话 是被揭开过啊 是你揭的吗 我怎么可能揭这个标 我自保称的 这多半是个打孔酒 打孔酒 打孔酒的话 就是一些造假者 用这种机器 在这个瓶身上打孔 然后的话 再用这个注射器 把里面的针酒抽出来 再把勾兑好的那个假酒 通过这种吊瓶的方式 再给输进去 然后再把孔封上 我看这种操作 对对 因为这个的话 就是在外观 看不出来任何的这个问题 你除非是打开自己喝 要不的话 就是看这个酒体酒花 你这瓶酒的话 就花有点少 背标被人动过的话 多半打孔就在背标上了 我再自己找一下 我去 你看吧 你用灯光一照 你很明显 看到这些很透明的地方 这个就是胶没有涂匀 因为出厂的话 涂得非常匀的 它不可能出现这种透明 这种地方 一般背标上打孔的话 多出现在这个麦碎上 因为麦碎的话 颜色比较深 它能盖到那个孔 就是不容易被发现 你这样能看穿 反正不太好找 得仔细找一下 我99%肯定 这个就是打的孔 我就开刮了 刮吧 刮 刮刮刮 哎 你看嘛 这就看得很明显了 看到没 哦 看到就这个是吧 对 你现在把这 嗨 我擦穿了 你看啊 哦 酒都流出来了 看到没 我去 头头的打孔酒一枚 打孔酒啊 跟那个拔头 是最难看的 因为它外观的话 都是一样的 你除非看酒化给酒起 然后打孔的话 你还在去找孔 孔一般的话 都比较难找 打孔酒 刮刮刮摆 门 阳 你看到嘴巴 散步 感谢观看